歡迎來到庶民大頭家 昨天民進黨邀請了節能顧問 去做專案報告 結果會後賴清德語出驚人 他說台灣其實不缺電 因為有30%的電都被浪費掉了 這話怎麼說呢 來聽他怎麼講的 他說工業用電 佔了台灣整體用電的近60% 然後如果可以節省30%的話 等於節省整體用電的18% 所以台灣其實根本不缺電 因為有30%的電都是被浪費掉的 所以是怎樣呢 所以你就是說 你大家都很浪費電 所以我們才缺電嗎 這話講得通嗎 事實上這樣的話是不是太過頭了 連綠營的人都看不下去 民進黨智庫的副董事長佟子嫻 事實上他過去也曾經有建議過說 其實我們應該要發展小型的核能 或者是核融核的技術 沒有想到賴清德告訴他說 我是選下一任四年的總統 不是選未來十年的總統 你搞清楚啊 這讓人想起來蔡總統好像說過很類似的話 好啦 但是你還記得嗎 在民進黨當選之前 執政之前他們的話是怎麼說的呢 過去民進黨不斷地開記者會告訴大家說 台電又在偷偷藏電了 怪老百姓非常的浪費 這講得通嗎 不是說是台電藏電嗎 當時的鄭力軍 田丘警委員都說 你看 哇 台電藏了我們的電 台電核四 跨世紀的大騙局 結果呢 執政這麼久了 找到藏的電了嗎 沒有 就現在說老百姓太浪費水才會缺電嗎 所以網友真的是聽不下去 網友說不缺電的話 那你管大家誰浪費電呢 如果不缺電的話幹嘛去買很貴的綠電呢 你乾脆說窮人都不缺錢 只是浪費錢好了 還有人說穿外套吹冷氣的 是先跟蔡英文講好不好 不要浪費電啊 為什麼網友這麼說呢 我們來回顧看一下 還記得嗎 7月16號的時候 當時民進黨你看 搭載圓山大飯店 哇 全部的人穿著這麼厚的飛行夾克 所以就有記者問他說 總統會不會太熱啊 結果他說冷氣還不錯 7月當時的氣溫過30度 鎖民黨的拳帶會辦在大飯店裡面 每個人穿厚厚的棒球衣 因為冷氣很不錯 到底是誰浪費掉賴清德口中 這30%的電力呢 大使怎麼看 我覺得賴清德要選舉的話 他做做功課好不好 講這種沒有嘗試的事情 台灣還是有很多專家的 還有浪費到 我們台灣有錢浪費30% 你知道我們現在這個電費沒有漲 是因為民進黨政府大量補貼 在那個馬英九一上來就油電雙漲 他這個人就是比較 比較 怎麼講呢 敢去面對問題你知道 因為台電要賠掉資本額的一半的話 他就要整個他要開股東會了 那排電我記得好像是3000億吧 還是說 他的資本額賠掉一半的話 那現在為什麼台電沒有賠呢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機制 好像是台灣氣電共生公司還怎麼樣 他基本上他在外面收購的電 你知道嗎 那這些電買進來以後 現在譬如說這些 這個所謂的這種氣電共生啊 還有一些就是綠電 他都收購進來 他是高價買低價賣給台電公司 那基本上由這些公司的帳號 去攤平政府的補貼 另外你現在去查查看台電 現在到底賠了多少錢 還有多少 過去一兩年惡物戰爭以後 天然氣也漲 所有的燃料通通漲 台電不賠死才怪 才會有今天這個 還是有今天這個 還有說我們浪費了30%的電 真笑死人啊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電的事情 經濟部有一個能源局 這個能源局 他都是所有台灣能源運用的這些專家 他都有長期規劃 所以原來是台灣不會缺電的 那核能佔多少 然後呢 這個燃煤佔多少 然後天然氣佔多少 然後再生能源佔多少 本來都有專業 然後請外國的這些顧問公司 都算好 蔡英文一來就什麼 綠電要佔多少 20% 2025還2028 綠電20% 然後什麼核能廢掉 然後什麼50%是什麼 剩下的是什麼 就是天然氣 然後這個燃煤的 給它搞到2030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他就搞了一下 搞了一個數學公式 閉門造局 可是事實上做不到 我們比如說綠電20的話 現在有沒有到8%都不知道 而且我們的綠電特別貴 蔡英文花了兩兆 我們台灣人的納稅權 去搞了那麼多封電 結果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這些電的公司 是歐洲的公司 這些電都是他們生產 然後我們要跟它買回來 台電公司跟它買電回來 你知道一度電 超過世界行情幾乎兩倍 越南買那個電 封電回來 它也是這個模式 它也是找歐洲人做 它事實上的話 大概不到三塊錢一度電 我們一開始談的時候 蔡英文就給人家快六塊錢 一個部電賣回來的 現在好像五塊一還是五塊二 因為各界說你太離譜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電的部分 你真的是要為台灣著想的話 你就讓專家去規劃 你這個電能源的結構 什麼比較符合現實的 對那蔡英文是怎麼樣 是政治意識形態來處理科學的問題 第一個時間轉不過來 第二個浪費很多 那現在說實話 台灣這個電 他說有浪費掉30%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我住林口 你知道我們林口火力發電廠 最近那個功效 最近已經完工了 我們都住林口都很怕 它又開始變成一個大煙囪了 它比過去的 它那個機組全部都是最新的 大能量的什麼 火力 燃煤火力發電廠 所以蔡英文蓋了什麼 我只知道他在林口發電廠 把那個火力發電機 給他加了好幾台進去 對不對 另外大陵 另外台中火力發電廠 請問一下 他有沒有晚上在那邊偷開 你如果沒有照 沒有照 沒有把這些都弄進去的話 那你都用天然氣 對不起 去年天然氣 全世界天然氣缺貨 你台灣花了多少錢下去 浪費多少錢下去 我們現在真的還有電 還有電在用 是天佑台灣 被他們這樣惡搞 然後蔡英文的綠電 更是笑死人了 那個時候 蔡英文有兩塊地 是台塘的地 一個在屏東 叫環山公路 那邊有一百多甲 台塘的土地 當初因為不種甘蔗 改成人工造林 平地造林 還有一塊在我們台南附近 這兩塊地的上面 二十多年的人工造林要砍掉 砍掉幹嘛 種綠電 然後有人說 現在你要做這個無人機 你飛到我們那個苗栗 因為苗栗有些地方山區 說上看下去 下面的山都是禿頭一樣 為什麼 都砍掉樹 再種 種太陽能 全世界綠電是把綠砍掉 然後再去種電 只有台灣幹這種事 民進黨是蒙著頭 一定要搞非核嗎 結果卻是讓綠油有大發綠電財 台電滑倒 綠電吃飽 連綠營的支持者 好像都已經有人看不下去了 色彩清綠的佟子嫻 就呼籲民進黨 台灣應該要發展小型的核電 或者是核融核的技術 沒有想到賴清德 竟然告訴他說 我選的是四年的總統 不是選十年的總統 也不是選更久的總統 這不就跟李遠哲轉述 蔡英文講的話說 2024之後不關我的事 一樣的論調嗎 所以以後台電如果被拖垮 或是台灣因為缺電而導致 經濟倒退等等問題 全都不關 蔡英文不關賴清德的事嗎 所以我們要請教一下施老師 一個眼睛只看四年的人 能夠領導國家嗎 那我們政治學在講說 政客跟政治家的差別 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比較權辱的 在虧的說 政客是活著的 政治家是死掉的 OK 但另一種說法是這樣子 政客只考慮到他現在的選票 然後政治家他會考慮比較長遠的 短中長 對不對 國家的長制久安 所以他不僅是要說服在野黨 反對黨 他甚至要如果是對的 要堅持的時候 我不許要跟選民小以大意 那如果是撈啊 你整理撈啊 那每天早餐國安會報的時候 順便看一下昨天最新的 吳子家的民調 OK 游一龍的民調 OK 然後呢 就是調整一下子 OK 就是這個樣子嘛 那你跟在老百姓的後面 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就微微糯糯的那個樣子 然後當個總統 跟美國人討好 然後跟老百姓灑糯 然後去告別事 哭一哭抱著一下 就是這樣子而已嘛 那我要你國家領導者幹什麼呢 所以如果小英是這個樣子 小英就讓李彥哲很不爽 你知道李彥哲立場那天外 就至少李彥哲這個很不爽嘛 他就是認為他是高爾嘛 坦白講啊 結果你現在賴清德說 我只選四年 你是算命的跟你講 你只有四年的皇帝命 是不是啊 還是怎麼樣子啊 那可以講這種話呢 四年也很久呢 我跟你講好嗎 我回來 回來差不多三十多 你知道三十一九九一嘛 三十二年啊 三十二年剛好四八三十二 是三個總統啊 不對吧 四八三二差不多嘛 對不對 四八三十二 然後呢 然後前面是李登輝是農金的 然後後面三八二十四 是台大法律序的 我人生最精華的 就是毀在這些台大法律序 我覺得馬總統 其實還算還好 他不會做壞事 坦白講啦 坦白講他是重規重矩 所以我在想說 那接下來他只要做四年 我跟你講 再多一個月 我都不要好嗎 好 OK 如果說小英 他是一個所謂的 掛羊頭賣狗肉的 或者借格上市的福壽羅 新潮流 包括賴清德 他們基本上是一個小共產黨 我不騙你的啊 那一塊 這肉吃的都不會土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的第二代 都要接班了啊 這個樣子啊 吃香喝辣的啊 我還可以再容忍他四年嗎 四個月都不要 我跟你講四個禮拜都不要好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馬上回來 早安 我夠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